HELLO 大家好我是Pierce 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我現在心情不怎麼好 因為我現在人在清水休息站 然後我想說剛剛肚子餓嘛 就想說去清水休息站裡面吃個東西這樣子 結果呢 我們在裡面的那個熟食區那邊 就有挑了一間韓國料理 然後我們兩個點我吃完之後真的覺得 到底為什麼可以把一個好好的東西弄得這麼的 好 然後這還不是全部 就在我們吃完之後想說欸好吧那 我決定既然今天吃到一個這麼不怎麼好吃的東西的話 那我就要買個八月糖來吃 而且我要一次吃兩個 結果呢 結果剩三個 我們一走到八月糖那邊 竟然都賣完了 當然是我們剛進去的時候還有很多口味 對啊 對啊 那個時候我一走到這邊想說奇怪怎麼都收了 我想那我問他一下 欸奇怪為什麼都收了 你們還休息了嗎 他說沒有休息但是就賣完了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腦內的BGM就想起來了 真的就是 今天真的太美好的一天了 真的太美好了 所以我就只好去買了泡芙 還好那個泡芙還算蠻給力的啦 總之 有稍微平復一下啦 好 Anyway 那我現在在為什麼會在清水休息站呢 是因為 我們現在要下台中 對那 唉唷還有泡芙的渣渣 對那我們要下台中 然後去找國藝車坊的 又幾哥 也就是上次大家看到 改出那台很漂亮FIA廠車的 十四的 又幾哥 AKA台灣陳冠希 對那因為年假過完了嘛 那也差不多要開始正式的修我的S14了 對不對 那在修之前呢 就是比較買一些零件 那其實在過年之前啦 我就有先去找Yuki哥一趟了 我就有去跟他買了一些零件 像是我的350Z變速箱啦 還有SR20的氣缸啦 然後還有一些小零件啦 對 那為什麼我今天還要再下去找他一趟呢 是因為我原本沒有跟他買鋼頭啦 因為本來想說那鋼頭要不要乾脆繼續沿用這樣子 但是其實後來考慮一下去想說 算了 連鋼頭都換掉好了 既然都已經拆開了嘛 那既然如此鋼頭就全部重做就好了 而且反正買一顆鋼頭也沒多少錢 所以也因此啦 在過年之後 就今天嘛 我就再下去找Yuki哥一趟 去跟他買我的鋼頭這樣子 而且剛好上次去找Yuki哥的時候啦 也有看到他新弄的廠房 那我是覺得那間廠房 真的蠻漂亮的 我很喜歡那個廠房啦 那想說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好好好 那是你夢想中的廠房嗎 算是夢想中的廠房啦 但是嘛 沒有冷氣 對 因為那間廠房真的太大了 我覺得要嘛就是要夠大 要嘛就是要有冷氣 小小的沒關係 但是要有冷氣 但是如果你夠大的話 我覺得 夠大也要有冷氣 沒有 夠大是要開什麼冷氣 夠大其實打開就很通風了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位置 夏天應該不會很熱 等一下你去應該就知道了 我是覺得是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但是我看在台北 在北部啦應該很難找 有家徒四壁也很通風 那是寒氣吧 會得風濕的那一種 就也不知道睡哪 睡在地上就 啊開始關節就開始痛 對啊 好吧 走吧總之 現在既然 現在已經吃完東西了 那我們就 趕快去魚吉哥那邊去吧 今天天氣超好的 哇 欸有夕陽欸 欸今天天好好喔 真的欸 欸這過年期間下了一整個禮拜的雨 然後結果我在過年之後 嘿大太陽了 喔對了大家在過年期間 那也有看我的直播嗎 對那個 算是 欸我是覺得就蠻有趣的啦 因為這真的算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直播嘛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到位啦 像是 而且也有發生蠻多問題啦 像是有人就洗瓶啊 或者是 還有就是一些安排上的一些 對啦 知道 對 啊真的 因為你第一次用直播還不太會用 對真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懂 所以真的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臨時摸索出來的 而且也是臨時想要開始直播這樣子 而且後來也才發現啊 直播真的是比 弄這些影片真的是 算是比較輕鬆啦 因為不用剪片嘛 也不用剪接 哈哈哈哈 對啦 但是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因為畢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 就是聊聊天啊 來跟大家見個面啊 然後來回答一些大家的問題啊 對 所以啦我是覺得以後 固定時間來直播一下好了 以目前來講的話 頻率大概是一個月一次吧 那大家如果在這個月內 看影片有任何的問題啊 都可以透過直播來問我這樣子 因為也不是說我不去看YouTube的留言 是因為留言真的有點多 而且其實問題重複性蠻高的啦 我發現 就是在那一段時間的問題的重複性很高 對那我就想說 以直播的方式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應該算是比較方便 而且有效率的做法啦 對 好吧anyway時間不早了 我們就趕快到一幾個那邊去吧 GO 哇哈是夕陽耶 真的耶 今天都出大景耶 你的解析度太太低了 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拍也很好看啊 露營都沒有看到這樣子 希望在剛剛碰過清水休息站前 牛市之後也可以順利一點 唯一順利的事情大概就是 希望明天吃得到烏馬了嗎 哈哈 對了問大家一下 不知道大家是烏馬派還是查六派的 不然你們的感想寫在裡面去讓我知道一下 對 因為近期剛好這兩家都吃過了 欸你覺得哪一家比較好 烏馬 烏馬 所以你是烏馬派 對 我其實沒有很明確耶 我超明確的就是烏馬派 喔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牛舌比較好吃 而且它有很厲害的雞湯 喔所以雞湯區分 這個雞湯我覺得一定是用粉泡的 但是就是很好喝 最棒的地方一定是因為雞湯是免費的 對不對 哈哈 現在就是烏馬嘛 查六啦 然後 雙肉風間吧 如果是有台中在地的人 可以來 對幫我介紹一間是三間 到底比較推哪一間好不好 哈哈 完蛋了 這會引發一波口水戰 對耶 可以大家不要為這種事情吵架嗎 哈哈 好這裡真的是 上次就是來過一次 但是 真的很容易迷路這個地方 大家有看到嗎 迷路迷到天黑了大哥 旁邊是田耶 沒有路牌啊 也沒有7分啊 有有在前面 在前面 在前面 找到了找到了 對對對 就是這一棟 哎唷喔喔 門口一堆有的沒的車 到了到了 耶 真的還我們上次拍過的車 嘿咻 天黑了大哥 啊 我也不去啊 走走走 我們去找悠吉哥 悠吉哥 你好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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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煮醋這粒 對 滿天都是煮醋這粒 我上次看你Facebook 這個不是有那個 12顆2J粒 對 現在 這一次 這一次就一次性煮12個了 你有沒有買一顆 帶一顆回家 我 呃 悠吉哥 有沒有吃雞油或活在熔掉的 可以那個 我可以幫你收走 你太坚虛了 對 那這裡 嘿 就是 我們悠吉哥他新簽的場了 這個位子 你覺得真的很棒嗎 他們是自給自足嗎 就是先在那邊種 然後再拿過來 對 就種一些渦輪啊 避震器啊 種冷氣啊 然後電腦啊 種出來 然後直接拿去那邊裝 哇那你也需要種一下 可以耶 這種子去哪裡買 農會有賣嗎 把一個活性再這樣丟進去 然後就可以種出去 可以一凸這一粒這樣 欸 我很喜歡這個環境耶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這個環境 真的 台北你真的找不到啦 你可以在101旁邊啊 101旁邊 然後弄個田這樣 對啊 神經病 史上最貴的田 而且就是這種 在這種 鄉間小路裡面 然後有一間 很猛的改裝廠 欸這感覺很像國外耶 國外改裝廠其實通常都不是開在市區 通常都是開比較鄉下 尤其是像日本啦 然後像千葉啦 就是比較那種郊區 像我之前去澳洲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都會這種感覺 那個時候第一次來啊 感覺真的就是很其實蠻像在國外的 而且你知道找路又找不太到 你知道好不容易找到了 就發現 哇 這裡是什麼一個地方 這樣子 超喜歡這個環境的 然後對 雖然說 我的頻道才好像2.5%的觀眾是女性吧 但是不管 各位女性朋友們 什麼叫做男生的百貨公司 這裡 就叫做男生的百貨公司 走走走 哈哈哈哈 敞篷13 這個應該 知道什麼叫男生的百貨公司了嗎 哈哈哈哈 這百貨公司怎麼有些沒有車頭 哈哈哈哈 對沒錯 像那邊有看15啊 然後13啊 然後 呃 沒有車頭看不出來 S7.5 對那個就是被切掉啦 就是有人 有人是買整個車頭啊 他不要後面 他就是買整個車頭 對啊 喔因為車頭重爛 對因為像我之前14換引擎的時候我也是直接去買一個15的前半段啊 因為15的前半段這樣子它才能保證說所有的周邊是都在的 他沒有說就是拆拆拆拆拆可能會漏 那我就直接切個車頭 而且就是拿個那個鋸子嘎下去就 欸來 再走 真的喔 真的是這樣喔 對啊 真的啊 不然你以為這怎麼切 用手嗎 哈哈哈哈 那你要不要屁股 我刷車屁股都很容易壞掉 欸對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的 你知道有人可能會需要後面半台的 哈哈哈 還有一台S2000 雖然說這個應該也是客人的啊 這就是我側牌的 還有這些也是 這對看起來是什麼 完全看不出來 這都是一些板件啊 一些保感啊 什麼的 13啊 然後13 然後又是13 然後14 然後排氣管 油箱 一堆的頭段 真的是一堆的頭段 而且都是四缸的耶 都我可以用的耶 看起來是都不要的 來幫優傑哥收資源回收好了 哈哈哈哈 那你要開 把車開進來啊 把它放進去 看他喜歡就放進去 哇 得來速的概念 G35 然後又是13 這些應該 應該都是收來的 有沒有看到熟悉的車屁股 對 你看R33 哈哈哈哈 對 這樣啦 卡蹦個大圍衣就 就扔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悠吉哥應該也不要了啦 哈哈哈哈 等一下來看看悠吉哥有沒有後保感好了 因為我最近也剛好想要買一隻後保感 這邊真的很能買 好 現在我們要進入這百貨公司 比較內部的地方了 這個是儲藏櫃嗎 這些東西 悠吉哥應該也不要了 等一下要把整車帶走是不是 對 明天開跟小耀借三分半來 哈哈 卡鉗 避震器 疊盤 然後 經濟機關 2Jリ 哇 好能買喔這裡 好我們進去看我們進去看看 看裡面那個 放在裡面的應該都是一些比較貴的東西 哈哈 不好意思喔 有壓手煞車 哇 還雙胖腹這樣 哇 怎樣啦 那是烏輪嗎 沒有是電風扇 是嗎 對 電風扇 欸老闆 這是G25嗎 G25 對 G2550喔 它是3582 喔3582 對 很可以 在那邊逛一整天 可以煮一台車出來 哈哈哈 這個放回去 這個 我今天錢帶不夠 這邊就是 選購區啊 這個氣瓶 哈哈 大家知道那個氣瓶是什麼嗎 就是你在要跟人家鼠捏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那個 外面罐頭 那個保羅克不是在 要配的時候嗎 還在那邊轉有沒有 把它打開 哈哈哈 就是那個 愛不釋手 捨不得離開 對啊 每個都想要拿起來看一下 每個都想要加進購物車啦 這種東西就很好買啊 不是嗎 就超好買的啊 有用的東西 欸 下面下面 這個 APEX 然後原來推坑了 APEX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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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曲軸 哇 原來最貴的放在最前面啊 哇 這是什麼啊 這個沒關係 這個不重要 反正就是APEX 2.2 你知道這幾個數字就好了 你剛剛在是剛剛那個猥瑣的臉 因為我們現在要換另外一間 哈哈 而且我已經看到了 這邊好像是屬於比較大樣的 喔 欸這個我認得 GTR的羊角嘛 這個我認得 不要掛 欸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是我今天要買的 然後電腦 電… 欸 電腦 喔 這裡幹什麼 哈哈 S15啦 哇 台灣真的有這麼多人要買這些東西嗎 我真的很好奇 威士忌啦 這一欄 這一欄 然後 雞油胖脯啦 然後 變速箱啦 欸 哇 唉唷 唉唷 TTI 許烈屎 有沒有發現這顆差的特別亮 跟這些350Z的這個 沒有人要的東西 比起來的話 真的耶 真的耶 搬走 搬走 這個他應該也不要了啦 對啊 都… 搬不走 哇這 我發現現在全部都是350Z的變速箱耶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然後這邊 這兩個也都是 哇 不行 我發現這邊更堵 趕快出去 走… 走… 讓他堵一下 走… 走了… 欸 這不是… 這不是王教練嗎 好… 你是在拍片嗎 哈哈哈 不要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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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 你看 就說是百貨公司嗎 哈哈哈 就是太多人用了我才不用 沒有特別感 這對不對 那你裝B20B B… 哈哈哈 我不要 我要D16 我D16 我要單凸歐輪 哈哈哈 行行行 可以可以可以 每個人在這邊洗凸這一粒 哪里好人 這一顆你要弄得… 你要弄得… 很耐用 其實也是有人這樣做 對 我之前在大陸碰過一個 紐西蘭的Sam 對 他那顆SR就是送到紐西蘭改 單一顆引擎 造價一百萬台幣 SR 然後回來就是乾絲有底殼 什麼通通都有 喔 然後也是有BBTI的那個商品 我都改好了 對對對 欸 蠻強的 欸 那一百萬 SR弄起來 幹他媽的不輸2J喔 一百萬拿去改2J好像 好像也是可以飛天耶 可是問題是他們會這樣改 就是因為要清啊 SR就是清 輕巧 靈活這樣 啊其實這東西是 開了就習慣了 2J開了 啊 重是重 幹馬力大他媽就習慣了 你把那配一下 對啊 是OK的 好啦 那今天 經過了 一天的Shopping 我買的東西也都弄好啦 這就是我的上座 然後 我也再買了一個油軌 然後我其實還另外再買了一隻寶桿啦 但是 欸 因為 欸 西亞利種不下 所以就可能再麻煩 有幾老闆他到時候再幫我寄一下 嘿嘿 唉 嘿 是的 現在終於到了令人期待的晚餐時刻了 你說是吧 今天就來吃個 好滑泉牛雙人吧 本來想說今天在新年紀念山不是那麼的開心 不過還好 剛剛一從悠吉哥那邊離開啊 然後就直接可以聽到烏馬 烏馬馬上現有位子 還滿開心的 反正今天都花那麼多錢了 來吃一頓烏馬 OK啦 對不對 對 來來看一下你的湯 好 你今天就喝這個就好啦 等一下讓我吃就好啦 不行 好啦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等一下吃完烏馬之後啊 我就要回台北了 對 繼續回台北 修了14 對 那也在跟悠吉哥買完這些零件之後啊 那14真的也算是可以正式的開始修復了啦 那除了引擎修復之外啊 我可能還會再弄一些小細節吧 像是縣主要整理一下 那引擎是 當然也是要稍微整理一下再上去啦 因為反正引擎都下來了嘛 對不對 那14詳細維修的過程啊 就會在 應該是下一集吧 對 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會在下一集開始修14了 嘿嘿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 肉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